你现在对我一点占有欲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没有啊 这不就是你想要吗 我现在根本感觉不到你是我男朋友 男生有什么话 你还是跟他好好说清楚吧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一下怎么样 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吗 我不知道 他之前对我占有欲特别强 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吃醋 连身体接触也抗拒了 男生你为什么这样 我之前管过他 但他还是这样 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既然这样我还不如不管他 那你这样让我心情也很不好啊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办呢 我希望你穿着我不要太暴露 你说我管的宽 直难挨 我希望你别去夜店喝酒 你说我凭什么限制你 追逐自由放松心情 我说那个同学聚会 你能不去就不去了 好几年不联系肯定没有目的 你告诉我一个同学聚会 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既然这样我还管你干什么 但我觉得我这样挺正常的 我认为我这样也没有错呀 别人什么样我管不着 但是你不行 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整体 被别人看来看去的 说到底 你不还是不信任我吗 那我就是这种性格 你让我怎么办 我知道你性格外交 容易跟人聊成朋友 但是你作为我女朋友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我的感受啊 你说你整天 跟你那些男女朋友玩得很晚 我不也提醒过你早点回去吗 我知道 那我不也让你跟我一起去了吗 我第二天不得上班吗 我不能总一直你时间来吧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那些朋友你也都认识啊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虽然你那些朋友他都认识 但那也只是朋友啊 就算不会发生什么 他也希望你能早点回家 但是这样他就限制了我的自由 我跟谁玩他要管 我玩到几点他也要管 好 以后我给你自由 你愿意跟谁玩跟谁玩 愿意穿什么穿什么 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你行吗 不是那也不至于这样吧 实在不行我少出去玩几次 还不行吗 可以啊 你开心就好 你看他他就这态度 我都已经让步了 两位要不我们单独聊一下吧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不是不爱你了 我是不敢爱了 我害怕我自己的热情总被浇冷水 我甚至都不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和你相复 你能不能别那么矫情 对 我就是很矫情 我整天胡思乱想 患得患失越爱越痛苦 可能现在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你什么意思 祝你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人吧 我们分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